大家好 我是李必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首先今日聚焦呢 带您一起来回顾今天国内外的新闻重点 美国总统川普和民主党议员 9号再一次的面对面协商盖墙预算 结果双方一言不合 川普盛怒之下离开了会议现场 两方破局没有共识 美国政府关门已经第三周 恐怕会打破历史记录 国内终于研发出新一代肝癌第一线标靶药物 不仅延长患者的存活率 缩小肿瘤的有效率 也从10%以下提高到24% 更大幅降低副作用 适用于无法进行手术的肝癌末期患者 小机会公布2018年十大消费新闻 排名第一的就是大润发炒作不实的 卫生纸涨价资讯 引爆民众抢买卫生纸囤货 第二名呢是电信三雄 纷纷推出499吃到饱 造成全台门市涌入大量民众排队抢办 再来就是普悠马翻复 台铁的行车安全引起了关注 好 那么今年呢才刚刚10天的时间过去 鸡蛋价格涨价呢 让民众和店家都已经吃不消了 现在每台银的蛋 蛋价格45块钱 甚至有早餐的店家反映说 有些批发价呢 被轰抬到了10块钱左右 农委会发出了声明 会严密监控鸡蛋供应 以及蛋价的波动情形 如果发现有违法 会以请公平会来查处 身为小吃店老板娘 每颗鸡蛋都亲自挑选 自然对价格波动最直接冲击 我买的时候是41嘛 现在43块 44块 那有发现到蛋比较少吗 蛋 对啊 有变少 现在涨到白蛋一斤44元 红蛋46元 只能买少少省着吃 早上的营养 早餐店人潮若意不绝 一颗颗蛋接着煎 面对这一星期 蛋价瞬间调涨 不利多消的店家们 只能咬牙苦撑 那之前是慢慢涨嘛 一块两块 然后这次是一个礼拜 就涨十块了 这样还经营了下去 还是要经营啊 辛苦一点啊 赚少一点啊 如果再涨下去的话 我就只能 只能调涨 我们通常讲一箱蛋 是大概20台斤 20台斤大概是200个 200个蛋 所以如果整个价格 一台斤增加三块钱的话 换算到每一颗蛋 大概是0.3毛钱 从去年底一箱680元 到今年1月2号780元 9号更涨到840元 批发价从每台斤42元调到45元 原因在于去年南部好大雨 加上暖冬忽冷忽热 让原本每天10万5千箱的蛋产量 瞬间减少了5千箱 等于少了100万颗 才造成蛋价波动 在去年8月23号 那我们嘉义台南 发生这个严重的水患 那其实台南跟嘉义 是我们国内 第二跟第三大的产区 尽量维持在这个45块 这个价格 不要再继续涨上去 我们会居中协调 一些蛋商之间互相调度 然后来稳定这个市场 暂时性缺口造成涨价 有其正逢春节前消费旺季 避免哄台价格 公平会也会介入调查 避免不良商业行为 造成人性浮动 大约新闻小智姐 许英豪台北报导 接下来这则讯息 则是要热血的民众 共同的来努力了 全台血荒警报还没有解除 医院血库普遍安全存量不足 因此台北慈激医院 就和捐血中心合作 加开了捐血车刺 包括了医院的同仁 还有民众也都来挽袖捐血 希望自己一袋血 能够有帮助解除缺血的危机 医院血库人员轮三班 持续跟捐血中心调度血品 但有部分品项 还是无法供应充足 目前血库比较缺的 算是O型的血液 我们库存量大概就剩下一到两成 为了因应血荒 台北慈激医院特别和捐血中心合作 加开捐血车 医师人员对血液需求不足 最有感纷纷响应捐血 在医院里面上班 如果这些 如果自己没有来 那些在医院的病人 其实根本就需要血的时候 没有血品可以用 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捐血车外 除了有医护人员排着队伍 民众也发挥爱心 挽袖捐血 听说这里捐血车会到这里 所以就提前来这里做捐血 今天要捐多少血 我会捐500cc 平常安全库存大概是7到10天 今天的部分是6天 那因为要因应农历春节的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在月底前 可以做到10天的安全库存量 年关将近 捐血中心呼吁民众踊跃捐血 储备足够的血液库存量 让有需求的伤病患 能平安度过难关 大爱新闻 王宇芬 张正龙 台北新电报道 环宇视角来看到的是 欧洲地区的天气状况 这里大雪纷飞 多处发生雪崩 已经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 奥地利部分山区 发布了5级雪崩警戒 是警戒当中的最高层级 而德国南部 连接奥地利的地区大雪纷飞 交通大打劫 列车行驶到一半 被积雪困在路上 准备上班的民众 只能在寒风中 等待工作人员 把雪清开 当然是比较多 比较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地方 比较多 德国南部距离 慕尼黑40分钟车程的地方 因为雪太大 造成火车严重污点 奥地利同样受到风雪影响 部分山区积雪超过三公尺 当地政府发布最高级的雪崩警戒 雪有多大 看看这里就知道 汽车几乎被灭顶 只看得到一小块车顶和天线 当地居民想出门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蝉雪 西部城镇基磁比尔 光是周二晚间 就下了50公分的雪 滑雪道的积雪高达两公尺 是2016年的四倍后 气象预报表示 欧洲地区的风雪坏天气 短时间内还无法解除 可能会持续好几周 大海新闻黄敬平编译 再来看到厄瓜多 在过去几年曾经发生地震 以及水患 慈激援助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 那么今年重点项目是大型疫诊 会接连在四个地方举办行动诊疗 协助很多没有医疗保险的贫苦居民 那么这些新闻呢 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鲜遣志工团队筹备疫诊现场的行情 这里是即将开幕的素食餐厅 志诚之心百无禁忌 开张前老板无常借给慈激 可以在厄瓜多办一诊 那边的话报道区 你要面对他们才能报道 来自美国的前刊志工团队 实地沙盘演练 先探路好才能缜密规划 你不要把药放在这里 训练当地的义工有不同的分工 特别在健康教育方面 还有可以在疼痛治疗方面 这些都很容易带动当地的义工 更投入医疗的服务 助人尤其是跨国持员 可不能全凭满腔热情 除了资深志工打前锋 还有在地修女瞻前顾后 慈激在过去强震和水患的重灾区 选出了四地要接连举办大行议诊 自2016年起 慈激就在厄瓜多展开短中长期援助 包含乙工代证 原建教堂 神职人员宿舍和职讯教室等等 一路走来 往返厄瓜多 足足有七次的纽约慈激人 断忌督 点滴在心头 当初的从无到有 而且从一片荒芙 一直到现在规划的这么完善 然后又看到当地的民众 他们的热情跟他们的欢喜 心里面是感觉非常骄傲 而且感觉到非常地温馨 从以工代证就参与 如今负责教堂新建工程 兼工的本地人波里斯 对慈激免费供应营造工人素食午餐 他带头响应 他们并不想接受这个想法 但他们后来吃饭的食物 他们在这种想法 推诉五个月来 从反弹到一片叫好 慈激症灾总能走出新格局 开花结果必然经过披荆斩棘 马拉威这个国家 有一个美丽的称号 叫做非洲温暖之星 但是它却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这里是慈激在非洲关怀的 第八个国家 志工第三次从南非跨国关怀 不过却是第一次搭巴士 跨越2400公里 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了种种想不到的难关和挑战 南非慈激之工前两趟去马拉威都是搭乘飞机 这是首度以搭乘巴士的方式执行第三次任务 途中还要经过星巴威墨三比克 2400公里三天两夜的长征 这次远行不紧关卡重重 超大雷雨 只能占地在加油站 风雨生信心自免 好不容易抵达马庆杰瑞社区 一路在小卡车后方开放空间的 阿嬷及慈激志工绿渡 下车很吃力 志工们找来轮胎当阶梯 虽然平安抵达 但是考验还没结束 住宿地方没水没电 又饿又疲累的志工 费尽力气借了两个炭炉 学习生活烹煮 这一路难行 能行 爱的种子早已发芽 第一次访试时 志工协助修缮的爱丽妮丝奶奶 也来帮忙分装玉米粉 在偏远的青沟贝村庄 每访试一户都是翻山越岭 志工跪着 恭敬送上玉米粉 福慧红包 还有从南非带来的二手印 几天下来没人喊累 只有满心欢喜 今天是一个好天 我们访试了很多人 所有人都很愉快 我们愿意愉快 千里长征 克服难关 希望带动更多社区志工 互助互爱 用爱翻转未来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拉威报导 马来西亚慈济古镜之会 举办了两场助学金颁发典礼 帮助了将近100位学生家庭 减轻负担 正已经规划好如何善用 以提升学业 利用慈济的 中工学校和慈济共修处进行 从志工手中接过助学金 孩子的学杂费终于有了着落 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他们得到慈济的帮助 我觉得很感恩 有了慈济的帮助 他们可以自己 买他们自己想要的参考书 什么课本 他们自己去买 我的目的是这样 如果是他念书 成绩好 希望他改次能够去读大学 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人才 培养人才出来 对于助学金 学生已经规划好 如何慎用以提升学业 我用奖励金来还 买参考数 现在目前是想用在学习上面 教育可能买作业 或者是买布置之类的 典礼现场慈济之工 也把握机会宣导环保 鼓励大家一起爱地球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报道 再来提供国内讯息 桃园举办了全国第一场 非洲猪瘟紧急防疫模拟演习 有别于以往只是加强机场 或者是港口的抽验 这次是直接模拟疫情 在国内爆发 各单位设置了SOP 建立好作业流程系统 防患未然 养猪场发现一场死亡猪枝 马上通报受医师检查 初步判断认定有 类似非洲猪瘟症状 赶紧封锁现场 也进行消毒处理 桃园市结合各单位 进行了一场防疫模拟演习 是希望我们做超前的模拟演习 让我们的养猪产业 知道未来怎么处理 特别是桃园市国际机场的所在地 风险特别高 所以我想我们的防疫演习 应该要提早进行 让大家都了解 这一段广泛性出险 提早疫苗总大 呈现运动出症状 桃园疫情处理流程 会先请洞保处帮忙确认株枝尸体 并对三公里范围移动管制 之后确认近期株枝的进出场状况 追踪运输车轨机 如果确定是非洲猪瘟的话 则要铺杀消毒 焚烧掩埋 针对这个病死或这个全体扑杀的部分 针对它的场地的需要 我们能够就地掩埋的部分 就采取就地掩埋 那如果需要这个减量跟确定的 这个杀灭菌的部分 我们也跟环保署有协调 可以容许现场的焚烧跟掩埋 除了要有疫情发生后的SOP外 预防工作也很重要 据统计桃园有超过300个 厨余养猪场 还有7成以上 没有完成整组设备的认证 相关单位加快辅导中 而后续的厨余堆放问题 目前占定以污水场 堆肥场和化制场 当超负荷时的处理备案 戴上环杰李明华桃园报道 入冬之后呢 高雄的空气品质一直拉警报 高雄爱国国小的学生就突发奇想 以学校白千层数的落叶作为发想 运用落叶具有安神镇静的效果 那么他们的创意获得了 高雄防空屋教案首奖 有点像那个精油的味道 就有点木头的味道 学生利用下课时间在校园捡落叶 把这名为白千层的树叶洗一洗 就可以制作出独一无二的 抗过敏口罩 我非常喜欢这个白千层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香 又可以提升 白千层是在各个校园里面 其实是常见的树木 各个学校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树种 每一个学校的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口罩应该可以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看空屋 学生甚至还把牙膏紧进口罩内 白千层的量没办法控制 就是你要不就很浓 要不就很淡 我想说牙膏的量比较好控制 这样香味就有所不同 我觉得我们要环保又要方便 你可以随手可得的材料 戴起来是很舒服的 而且我本身有过敏 那这样降低了我很多过敏的问题 我觉得还蛮好的 以随手可得的原则发想 防空屋从教育左手 不过身体如果出现 对于身体过敏不是症状 最好还是要寻求意识诊断 大爱新闻学员的林道明 高雄报道 做环保真的是刻不容缓 加南药理科大学科大的幼保系 推动了环保教育 设计濒临崩坏的家园情境 希望透过情境去感受受伤的环境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也思考如何拯救家园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垃圾 请你们要把它放进去袋子里 仙子国度遭受到垃圾浩劫 河川里满满的垃圾 这一关的任务不只是要捡垃圾 还要做分类 上面有绿色的标志 红色的标志会作为 提示你们的垃圾的方法 以这种环境遭受到破坏 然后作为他们的主题场景 然后再带游戏 然后在游戏过程中 让他就是可以透过游戏 然后去做自由回收分类 或是怎么玩 让这个环境变干净 海龟是海里的 那个是海龟 把幼教的环保课程结合游戏 连大学生都来挑战 这一关认识海洋和河川生物 连大学生都弄错 好玩又学知识 明白环保要从自身做起 自己丢了设施前 会先做好分类 也提醒就是周遭朋友说 不要乱丢垃圾这样 对这个议题有敏感度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在生活中注意 那从小养成习惯 未来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学校也邀请幼儿原师生来体会 希望把环保种子 种在小朋友心里 更期待老师将环保教育 推广出去 大学文派演员 郑瑞萍 台南报导 你心目中的二胡 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现在王金福这位慈悸志工 他也自制了环保二胡 取材自回收的铁罐 站在大爱馆外头 拉二胡演奏乐曲 仔细看 志工王金福手上的胡琴 是用铁罐做的 这铁罐 这铁罐我们等着就没用了 甚至我们可以爱物习物 延长勿命 可以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回收再利用 环保胡琴吸引大家目光 琴声也同样迷人 就来一个客家跟着 被物利用还很好啊 好听吗 好听 我们都不要的东西 再来做一个回收再利用 真的是很棒的 这个跟环保都息息相关 所以他就想要用这样一个环保乐器来招来种 效果真的不错 在大爱馆推环保 王金福用自己的方式 说环保 要大家爱物习福 他说制作环保乐器并不难 30分钟就能搞定 把人家坏掉了 不能用了 我把它拿来组合 是这样的 环保胡琴跟一般的胡琴 您听得出音色有差异吗 比一比 环保乐器的琴声 多了王金福的用心在里头 大爱馨舞黄子林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气象小滴 您告诉您 明天各地的天气 大致温暖稳定 中南部则是日夜温差大 要适时的增减衣物 那么空气品质方面 中部云嘉南扩散条件稍差 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 高屏地区则是红色警示 那么该开车组呢 要特别留意的是 早晚容易有误 目前气象局发布农物特报 是台湾西部 基隆北海岸 以及澎湖 金门 马祖都要留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新闻最后镜头 带您到德国的柏林 贝加盟博物馆 这里有一幅高达十层楼 360度的全景巨型绘画 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 祝福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